電池很多應用 起重機、電鈴、電話喇叭我們都會教一下 起重機 碼頭的起重機 電池臉 然後把它鋼板吸起來 移到地方 像這樣 現在只要把飯的東西放到庫位之後 你就別把電池點關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他為什麼要軟鐵棒做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軟鐵棒做 軟鐵棒一通電就有磁力 一斷電磁力就消失 如果你用硬鐵棒做 電半天才有磁力 吸起來之後一過去 斷電他還是磁力不消失 就掉不下來 所以要軟鐵棒做 電鈴 電鈴 按一下再讓他會響 來 通電 然後產生磁場 磁性 把那個鐵吸過來 吸住 敲一下 一層 敲過來之後就斷掉了 斷路 斷路就沒有電 沒有電磁力就會消失 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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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彈回去呢 又通路了 然後又有電 又吸住 又敲一下 然後又斷路又回來 所以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 你只要按一下 他就一直敲 就是所謂的電鈴 這些都是電磁鐵的運用 後面還有電話跟喇叭 我們待會再說 下一個下一個是電話 考試會考 考試考 考試考 探粉會怎樣發生什麼事情 考試考 哪個東西有電磁鐵 我們不去爭議啦 因為有人說電話不是貝爾發明的 你就不要想這個事情 然後呢 反正我們現在介紹這個電話是 艾迪森發明的改良的 艾迪森發明改良的 還有兩個 一個講話的話筒 一個聽聲音的聽筒 有一個話筒 話筒裡面有一個碳粉盒 聽筒裡面有一個電磁鐵 這就是話筒 講話筒 我講話 生活會震動 就是我的金屬板震動 我的金屬板震動的時候 就會壓縮裡面的碳粉盒 碳粉盒 碳粉 碳粉就有的時候被壓縮緊 因為有的時候壓縮沒那麼緊 壓縮不同 壓縮不同 電阻就不同 壓縮比較緊密 比較會導電 電阻比較小 電流比較大 比較鬆的時候 比較不會導電 電阻比較大 電流比較小 所以就隨著我的講話 電流就有大小的改變 這個 壓縮比較鬆的時候 電阻大 電流小 壓縮比較緊的時候 電阻小 電流大 就是考試會問的問題 然後呢 就有電流就會跟著改變 所以我送出去 電流就會隨著我 展望的頻率啊 震幅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這是我的話筒 Tintle Tintle裡面有個電磁鐵 然後從話筒那邊會傳過來一個電流 然後有電流 那電磁鐵 因為你的電流有改變 所以電磁鐵牆位也會怎麼樣 跟著改變 然後它就會去吸引這個金屬勃變 不同的力量就吸引不同的狀況 就會使得金屬跟著怎麼樣 震動 然後呢 我講話的頻率 就是電流變化的頻率 電流變化的頻率就是電磁鐵變化的頻率 電磁鐵變化的頻率 電磁鐵變化的頻率 就是國變會震動的頻率 然後呢 都一樣 然後那個震動呢 就震動空氣 就把聲音傳到耳朵裡 你就聽到聲音了 就是 我們的 電話的基本的原理就是這樣 這樣 好 這個沒有聲音啦 但是要講這個意思 阿阿一聲 阿一聲 然後呢 我們有個聲音 然後呢 就會聲音聲波就會傳出來 聲帶震動 經過我的嘴巴 打到我的 這個 話筒的 金屬勃變 壓縮這個碳粉核 然後疏命不同 所以改變電流 電流送過去 電磁鐵 就有改變 然後就吸引這個 金屬板 跟著震動 然後就把聲音傳到耳朵裡 耳朵裡 基本的原理就是像這樣 好 就是電話 以前的電話 是用同軸電纜 現在的電話 我們用光線 用光線有很多的好處 它可以發射很遠 還不需要訊號放大器 很多參考師都寫錯 他說光線不需要放大器 錯的 它只是可以傳的比較遠 才需要放大器 衰減比較少 但不太有它不會衰減 它還是會衰減 它還是需要訊號放大器 只是它比較遠才需要 不是不需要 然後呢 可以在同樣的粗細子的情況之下 可以傳更多的訊息 而且速度越比較快 速度越比較快 這就是我們現在改用光線的原因 喇叭的基本方式長這樣 有個錐琴門 有個線圈 有個永久磁鐵 基本方式長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有很多的clare 我們這個 這個錐琴門 既然會動 可以前後動 然後呢 可以被那個永久之地的吸引 然後前後動 前後動 然後我們的聲音音源 不管你的是CD啊 MP3啊 什麼東西啊 你這裡的聲音源 有不同的頻率 不同的這些東西 就產生不同的電流信號 送進來之後你的線圈 這個電磁鐵就有不同的頻率的變化 然後就會跟我的永久磁鐵 做吸引跟排斥不同的變化 然後就會吸引這個盆子 前前後後的震動 然後你就聽到聲音了 你就會聽到聲音了 所以這些正空 所以這些正空都是一樣的 這些正空都是一樣的 然後你的聲音的本身的頻率變化 改變了線圈電磁鐵的頻率變化 就造成了跟永久磁鐵之間的頻率變化 就造成你那個錐琴門震動的頻率變化 所以都一樣你就聽到聲音了 這就是我們的喇叭的基本原理 OK 跟各位講解一下喇叭的狀況 OK